應用的可能更深更厲害 那我主要會分享我一些自己的一些日常的應用心得 因為主要就是設計師然後也有在經營社群 所以應用的範圍可能比較廣 然後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這是我正式的名字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一家新創AriPin 然後我現在兼職當視覺的設計師 然後還有經營就是自媒體的品牌 還有設計然後分享一些設計教學的知識 然後最近因為AI開始之後也比較多分享一些AI相關的內容 對然後最近也建立了網站 通通班網站然後跟Youtube 然後也是分享一些跟工具然後設計相關的一些應用 然後之前有開過課 對就是設計的課程 對 OK 然後我就直接就是時間有點趕 然後怕講不管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 那前面我會先分享一些可能用缺的GPT 我覺得比較基礎的一些應用方式 就是我覺得在一開始用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很常看到比如說 可能AI相關的一些社團 會看到大家都跟他很像是聊天 然後就用很日常的話跟他對話 那有時候會覺得他好像很笨 然後或者是說他的回應沒有那麼 不是他自己理想的回答 那有時候其實是因為他可能需要你更明確的去傳達說你想要問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像我在問的時候可以透過一些說明或者是舉例的方式 讓他知道說你想要什麼樣的答案 就是他反而可以幫你客製化你想要的東西 你一問的越簡單 那他可能就會回答的越簡單 對 所以 所以這邊可能像是就是我給他一個格式 給他一個比如說格式 那他就會照著你的格式然後去回答 那如果不給他格式的話他可能就會很隨意 那答案可能不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執行命令的時候 越清楚那答案可能就越明確 再來的話就是清楚的話還有就是可能比如說你給他很清楚的量詞單位 然後或者是說他要用什麼樣的語言 然後目標對象是誰 這都會影響到他產出的回答 就是有時候大家會想說你給我一個可能跟什麼有關的slogan 但是大家可以想看大家平常在工作中 如果你要針對一個產品去發想slogan 你一定有你的目標對象你的可能產品的性質是怎麼樣 就是你其實不會說自己在想這東西的時候不會很簡單 所以你也不用不能預期你說你用很簡單的東西 他就可以揣摩到你的意思 因為他沒辦法跟你的腦袋連結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想法越仔細的拿給他 然後他就會知道說那你要什麼東西 然後再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怎麼問 那你可以就是教他 要問他可以怎麼問 就是我覺得這好像有點那個不感 就是說你可能想要問他一個問題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提問 那你先跟他說給他一個前提說我想要建立一份 叫我這邊就是說你的身分是一個專業行銷人士 我想要建立一份電子報 但是在內容上有沒有什麼建議 然後要包含什麼東西 然後我說你在回答之前先思考一下 如何回答可以更詳細 然後有沒有我需要補充的地方 那我問完之後他不是直接給我答案 他先告訴我說如果你可以提供說你的電子報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你的受眾是誰 年齡是什麼 然後你的電子報的發送頻率是什麼 然後以及你的品牌的定位如何 然後或者說你已經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資訊 就是他會告訴你說你在提供哪些資料給他 他可以給你更好的答案 那這個可能是一開始用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說我竟然還要提供那麼多內容給他 然後他會告訴你 對 然後這個是官方的說明 然後官方就會說其實我們就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你說明的意圖跟呈現的方式 就是你告訴他說你該怎麼樣呈現 或者是你給他 像剛剛講的就是你是一個行銷專家 這個其實也是官方的一個就是在他們 就是他們自己提出來說這個東西是真的有幫助 而不是說我們單純就我們撤出來有幫助 而是官方他們自己其實就寫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官方的文件其實也可以很有幫助 對然後再來我想分享一個就是問問題的方式 就是我們可能針對一個問題 然後希望AI給你一些答案或想法 那我覺得透過多個角度來問問題 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因為像我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在工作 所以我比較沒有什麼partner可以一起討論 那這個我覺得AI就是一個很好的partner 甚至它可以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可能我就嘗試說 比如說我想要舉個例子 那你透過老闆的角度 然後甚至是透過客戶的角度 你可以給我什麼樣針對同樣的東西 你可能給我什麼樣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東西它不會完全說一定都可以用 但是至少可能它裡面有些東西可能是我沒想到的 這就是很像是跟人討論一樣 會有很多人去腦力風暴 就是因為你可能有些沒想到的東西 然後他可能想到了 那你們互相碰撞之後就會有心的火壞 那我覺得AI就可以擔任這個角色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是透過不同的問不同的人 就是可能透過不同的角色 那現在可能就是我透過多個問題 就有時候大家在用AI可能會希望說 我問一個問題它就給我就是答案 但是其實有時候應該是說 可能我有個目標要解決 那我可能其實可以透過好幾個問題 去解決這個目標 就是我們平常在做一件工作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說希望用一個方法 或者是我用一種可能一個方式 我就可以把它解決 而是可能它有很多步驟 那其實AI也是 你不要跟他說 我可能就是想要解決一個行銷方案 然後你就告訴他說 欸給我一個行銷主題 然後什麼策略 你反而可能是給他說 比如說我們在做行銷方案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些發想或者調查 那像我這邊舉例就是說 欸可能哪些職業是 哪些職業是常會喝咖啡的人 然後或者是說 那我可能在問咖啡有什麼樣的特質 然後 或者是說抽象的形容詞 那我可能可以把這些關鍵字 就是請他幫我去收集資料 整理出來 因為他資料不其實比我淡 所以他在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更快 然後整理完之後 我可能就說 欸那比如說我是設計師 我可能問他說 欸那咖啡跟什麼顏色可以搭配 然後欸他可能提出什麼 米白色、綠色、粉色 那我就想到說 欸那綠色不錯 那我可能就想說 那綠色跟什麼職業也有關 那前面剛剛我想到說 那這些職業 搞不好就可以跟我的咖啡產品去做搭配 就是這樣子又達到說 欸視覺跟內容有關 產品跟視覺也有關 然後又有一個職業來跟我的東西去有關 就是他不會是一個問題就可以解決的 而是我透過一個一個不同的問題 然後可能去想出來 就是我這個東西都不是一開始我就有目標 而是我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隨機的聊 欸我發現說 欸好像可以這樣子去連結 然後才有新的想法出來 就把它很像是一個 比如說就是助理的角色 你跟他一起討論一個新的行銷情況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用的時候 我用到後來我發現他就跟我們在工作上 那就是比如說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像我以前帶實習生的時候一樣 實習生剛進來沒有工作經驗 那會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告訴他怎麼做 那如果你交辦的不清楚 他就會給你 就很容易收到這個 欸這個東西做得不好 或是沒有完成不如預期 那我覺得確據比例也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交辦這件事情 沒有交辦的清楚 那他也會給你一個不如預期的成果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可以把它當作類似實習生的角色 或者是說一個助理的角色 那你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你要想說 欸我交辦工作我要怎樣 可以就是交辦的清楚 然後他可以怎樣才比較好理解 然後告訴他說你要闡述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做設計 所以我會分享一些可能設計上的一些應用 然後第一個應用就是 我那時候想要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做可能Line的一些貼圖 或者是 或者是你可以把這個想像說 你要畫一些插圖或什麼 那比如說我可能一組貼圖16個 然後我平常我可能要自己去想 有什麼樣動作 搭配什麼樣的文字 那我這邊就可以給他一個 就是前面提到的 我給他一個很明確的主題 然後我要多少的數量 然後搭配什麼東西 搭配需求是什麼 風格是什麼 然後跟我想要的一些 比如說文字大概是多少字圓內 然後他就會很清楚的列出來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好處就是 你當然可以自己後續再畫 就變得很輕鬆 或者是你可以把這個東西變成是 Me Journey的一個就是引導 我可以搭配這個動作 然後搭配這個文字 然後它就是一個貼圖 然後再來就是配色的應用 然後我覺得這比較特別是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工具 所以它 但是之後可能搭配一些插尖 它可能可以看懂圖片 但目前來講它看不懂圖片 但是文字有色碼 就是顏色有色碼 所以可是它知道色碼 所以它可以就是 你可以告訴它 你想要搭配的那個顏色的色碼 然後請它提供 就是跟那個顏色配合的其他的色碼 然後它會告訴你那個色碼 是可能中文大概是什麼顏色 然後你就可以拿來做 我覺得配色的一些意料 它可以給你更多配色的敏感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你自己想到就是 我們設計可能會有一些設計提案 那比如說設計師在接提案 因為我們可能沒辦法 對每個產業都有很 有時候接到一個產業 它可能就是新的 或者是說 沒辦法像在那個產業的人 要對那個比喻研究那麼深 然後所以有些東西可能 網路上有很多資料 但是你可能要蒐集跟整理 或是把它做連結 會很花時間 那這個案例就是 我可能舉例來講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做一個logo的提案 然後跟色彩有關 然後客戶是一個小兒科 那我可能什麼樣顏色比較搭配 那這些顏色為什麼搭配 你不能說它單純好看 而是說比如說跟小兒科來講好了 它可能因為要 比如說小朋友可能要比較穩定放鬆 然後有平靜的效果 那它給我的顏色就是符合這些需求 那這些東西 比如說色彩心理學 然後這些東西 其實就很好放到簡報裡面 當作就是提案說服客戶的東西 就你不是單純跟他說 我用了什麼顏色 因為這些顏色搭配起來很好看 因為客戶也不懂 然後它其實你反而更要知道說 你記得幫他考慮到說 因為我的受眾是小朋友 所以我們搭配的顏色 對小朋友跟父母來講是有安定的作用 然後這些問題是設計師 就是我們會特別研究的部分 然後它可以寫住我們這一塊 這是誰手指 然後你一時間想不起來 那我覺得以前的話 可能就是在知識家什麼那種東西 還沒找到之前 你可能會把這種問題 問一個東西印象中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解答 那它聽得懂 就是你這個東西 可能丟到Google 它不一定可以理解你是什麼 但是你跟ChairGP講 它可以你去採討說 你可能要 問的問題是什麼 但是如果這個答案出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建議就是 你再去搜尋一下 做一次檢查 而不是直接使用 因為有可能它給的是錯的 或者是說 可能其實有兩個理論很類似 但是不是你要的 然後再來是搜尋圖庫 然後那個時候就 因為像我自己可能 英文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那個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找 就是圍棋的圖片好了 然後你直接用Google翻譯 然後都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寫Go 那Go的詞 你肯定在圖庫裡面 就收不到圍棋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我的目標 是想要搜尋到這個圖片 你有什麼方法 就是他給了我一些 不同的單字 不同的稱呼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給我不同切入的角度 我一開始想到 就是棋子 圍棋本身 他給我說你可以搜尋棋盤 就是因為我的目標 就是找到那個圖片 然後他就給我很多不同的 切入角度跟關鍵的字 那我覺得這東西 可能你可以用在 比如說你工作中的其他東西 你不只 那個領域你不熟悉 或那個語言你不熟悉 那他可能可以讓你就是 減少那個學習的成本 你不用重新花很多時間去學習 熟悉那個領域 然後你才可以去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嘗試過就是 GPT加米Jerry 去試試看說 他如果幫忙做設計需求的發想怎麼樣 就是 因為我們設計師通常說設計需求 都會從行銷端收到 然後老實講 我覺得可能 比我工作上合作過的一些行銷 做的還好 就是 因為這很現實 就是他會列的很詳細 就是有時候人家工作上合作的時候 裡面其實 可能很多人他們就 比如說丟個標題 然後或者是 很多東西很隨便 那但是他不是 他會很仔細的去 提供很多的內容 比如說你要什麼 你甚至可以告訴他 你的質地那些東西 那你也可以讓他發想 然後他甚至 比如說你告訴他畫面擺上 他也會認證說 其實可以怎麼樣 搭配會比較好 那這個其實都是以前做設計 很多行銷 他可能在跟設計溝通的時候 不會那麼仔細 那其實中間來回就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變成是說 如果行銷的人可能 比如說 有TrackGPT輔助 那他們開設計需求 可能就會更清楚 那設計就會更輕熟 就是 AI的出現 幫助設計更快 它並不是說可能 AI直接做設計 可能有時候是像是這種 就是 它讓中間的流程 或者是溝通 變得更順暢 然後減少很多 不必要的時間的浪費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做設計 一定是很多時間 反而不是花在設計上 而是花在溝通上 或者是說 修改上 對 然後這個就是 密約一場的品 跟就是 搭配我 然後再來分享一些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工作上 可能文字相關的一些應用 然後 然後 OK 好 我快點 對 就是可能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網頁相關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說 面試信件的回覆 以前我第一次當主管 要面試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我要怎麼回覆它 比較得理 或者是比較好 有時候它不小心 會不會它在網路上說 你這公司好沒禮到什麼的 所以你就是 它回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 就是中規中矩 就是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 標題的發想跟品質 就是 大家會想說 可能請人家直接幫你發想 請Chair的GPT 幫你發想標題 但是 這個是直接 請它說 我有一個主題什麼 然後幫你發想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 發想之外 可能 有時候就是這東西 就是如果都交給AI 你的價值都越來越少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你其實自己可能比AI更清楚 什麼樣的標題更細 但是有時候你會需要說 你想了好幾個 但是 你可能不知道哪一個更好 那也許它可能給你一些建議 就是我可能想了幾個 然後我也告訴它說 我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希望可以怎麼樣 然後請它幫我分析 那如果這裡面挑一個 你會挑哪一個 然後它會給我 比較具體的建議 可能增加幫我噴動 好 好 這個是就是 Chair的GPT 可以跟Google表單做連動 然後 所以就變成是說 像我自己有一個週報 然後我就把週報內容打完 然後我以前都覺得很煩 就是每次都要打hashtag 其實hashtag就是從裡面摘要出重點 然後所以我現在就把它變成是說 幫我把這段內容提取成15個hashtag 然後中文有幾個 英文有幾個 然後呈現方式是這樣 所以我每次打完 我就不用重新再做hashtag 它就幫我直接就是完成 對 就是以前 就是退費行件 就是幫我退了幾千塊 要了幾千塊回來 好 後面 就 快速打過 對對對 好 然後 OK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對 後面就是